大家好,我是阿金,一名在华强北做手机的微博客 今天是11月25号,给大家带来最真实的拿火行情 美版15 Pro系列差不多已经卖了两个多月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Pro系列不能完美改卡 这一点确确实实的是硬伤 美版15 Pro系列和国汉的主板设计不一样 美版的主板在原本国汉的卡槽位置换成了硬盘位置 导致美版15 Pro系列没办法做到完美的开卡槽 虽然现在的方案也很多 内置,DB盒子,触点方案,这些方案都还不错 但是都是有缺点的 始终跟正常的插换卡是比不了的 可能以后的美版机器都不能完美的开卡槽了 卡贴机也终将成为过去 好的一点就是15和15 Plus是可以完美改双卡的 我手上这台是美版有锁的15 黑色128G 这台机器是全新未激活的机器 外观橙色没有一点瑕疵 是一个全新的状态 这台机器今天的拿货价是3750 美版有锁的15 Plus 188G 黑色 也是可以完美改双卡 这台机器就是15的加大版本 屏幕电池都大了 喜欢大屏的可以选这一款 这台机器今天的拿货价是4100 其他颜色有个50到100之间的差价 美版有锁的15 Pro 原色128G 是一台全新未激活的机器 这台机器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完美改卡槽 只能内置 DB盒子或者触点方案 这几个方案都还不错 按照自身使用情况来选就可以 这台机器今天的拿货价是4600 黑色的是4300 有300的差价 性价比的话就选黑色和蓝色就可以 美版有锁的15 Pro Max 256蓝色 是一台全新未激活的机器 这台机器也是一样的问题 不能完美改卡 今天的拿货价是5400 白色原色的话是5800 有个400的差价 了解华前北最新动态 掌握一手行情 记得关注阿金